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原繁盛 边疆治理也颇有成效 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管理机构 纷纷被设置 经由丝绸之路 文化贸易往来畅通无俗 东西方的使者队伍络络络络 如果唐朝敦真的是一座唐代古城 那么眼前颓皮的模样 只是它的表象 地表之下极有可能隐藏着昔日的荣光 但是斯坦英并未前去 从而与这处沉睡的宝藏擦肩而过 201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一支联合考古队 进驻奇台县 这座古城遗址 第一次迎来正式的科学考察 然而这里偶尔狂风突起 飞沙阻石 恶劣的气候考验着考古队员 今天这个风还真大 尽管工作环境艰苦 考古队员依然清理出了 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 到这儿是20米吧 到这儿30 去年挖了25 那就对了 唐朝敦古城往事 一一浮现 大漠绿洲风沙散尽 历史遗迹犹存 考古队员能否顺利揭开浮土 发现那段不为人知的边疆故事 2018年7月8日 唐朝敦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正式启动 为了摸清遗址的总体情况 考古队员首先对遗址 进行全面调查 位于移植北部的敦台 顺利成章地成为第一焦点 它的现存高度5米 边长约12米 这个敦台呢 其实是北墙正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地标了 所以说我们在开始唐朝敦古城的工作开始呢 我们首先就对这个北墙上这处最显眼的敦台 进行了调查 调查刚开始不久 考古队员就发现 这并非一处独立存在的敦台 敦台的东西两侧 其实连接着厚实的墙体 而且还保存着突出于墙体的码面 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处呢 就是一个保存比较好的一个码面 可以看到呢 它整体是突出于墙体之外 所以说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 用码面这个比较形象的词来称呼 这个码面呢 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一个设施 在两处码面的间距大概是30米左右 在实施防御的时候呢 这个城墙上助手的士兵呢 可以在两个码面突出的部分 形成一个立体性的一个防御 几天后 唐朝敦古城移植区 东部 西部和南部边界也勘探完毕 而且均有城墙遗迹 其中 移植北部城墙保存最为完整 东部 西部和南部的城墙 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毁损 勘探结果令考古队员确信 当地人口中的唐朝敦的确是一座古城址 根据现有遗存 城址东西宽341米 南北长465米 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 又不用祭祀 那么 这座古城真的始建于唐朝吗 对于这个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 考古队员需要科学发掘的结果来解答 他们首先进行的就是地层和遗迹的辨认 虽然这是田野考古的基础 但考古队员们吃尽了苦头 这是因为此时的新疆正处于炎热的夏季 阳光猛烈 刚刚刮开的平面 转眼间就被晒得难以辨识 有的时候这个土会很干 这个颜色和质地就不太好辨认 我们也需要就是及时用这个 接来的水去喷洒地面 来去湿润这个地层 然后才能更好的辨认一级单位 更可怕的是 偶尔席卷而来的沙尘暴 不仅直接打断考古工作 也增加了清理的难度 为了防止风沙和雨水 对遗址造成损害 考古队员专门使用一些沙袋和编织袋 保护已经揭露的遗迹 这是田野考古常用的办法之一 经过日复一日的发取 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H66是一个比较大的灰坑 当时在清理的时候 在灰坑的底部 就发现了一个铜钱的痕迹 一开始我们刚开始清理 以为只有几枚铜钱 后来我们就慢慢的 把它整个的轮廓剔出来 然后越清理发现 露出来的铜钱越多 然后经过我们最后室内的清理 发现一共有3970枚开源铜宝 大概能买100弹的粮 所以说这个当时 对一个家庭而言 也是不小的一笔财富 这是考古队员 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铜钱 更重要的是 上面住客的开源通宝四字清晰可见 据史料记载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 唐朝使用开源通宝 取代西汉的五珠钱 然而在整理这些钱币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钱币的规格并非完全一致 除了两种规格相当的官方铸币之外 成串的钱币中 似乎还掺杂了一种假币 我们比较有意思的 还发现一种比较小 而且做工比较简略的 粗糙的这样的开源通宝 而且它的重量特别轻 只有这个大型开源通宝的一半 大概只有1.6克到2.4克左右 所以说它整个用料 是很偷工减料的 通过这个对比 我们发现这可能是 当时民间私注的一种假钱 也反映了当时市场上 一种通货膨胀的一种 当时的经济状况 除了这些钱币之外 考古队员还从H66号灰坑中 清理出一方宴台 它与人们常见的方形 或圆形宴台不同 其轮廓犹如汉字的风字 因此也被古人称作风字宴 根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 这种宴台在唐代十分盛行 既有开源通宝又有风字宴 这意味着唐朝敦古城 或许真的是一座唐代古城 但考古队员需要找到更多的可靠依据 这是考古队员设置的一条碳钩 它竖切古城北墙 其目的是理清城墙的构造和建筑年代 在解剖城墙的同时 考古队员提取了北墙夯土层的样品 同时我们在夯层做了碳石四测年样本的采样 准确的年是公元596年正负42年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年代的确定 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这个城址的建造年代 应该是大体上在公元七世纪上半页 一系列线索表明唐朝敦古城应当始建于唐代 唐朝敦这个名字可谓名副其实 那么这座唐代古城究竟因何而建呢 考古队员推测 位于边疆的唐朝敦古城 应当是唐朝政府为管辖边疆而设置的一座边塞之城 他们也在史料中找到了依据 据文献记载 公元640年唐朝设置蒲内县 城址位于当时的亭州东部 与亭州州至相距约30千米 亭州州至也就是位于今天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北亭古城遗址 考古队员发现唐朝敦古城遗址 与北亭古城遗址之间的距离 同样也在30千米左右 这意味着唐朝敦古城很可能是当时的蒲内县县制所在地 在这个城的尺寸很有意思 它那个北城墙东西长341米 它的那个西墙南北长465米 多大尺寸呢 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唐的礼坊的大小 文献记载唐朝敦古城它所在亭州下属的蒲内县 建于贞观14年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朝它这个最下面的城墙的地层里面 找到这个碳化物 然后去做探视 都这个情况 从考古学的手段到自然科学的手段 到历史文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唐朝敦古城的由来已经基本确定 但很多新问题随之出现 这座古城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 又因何衰落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 只有依靠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考古队员还是把目光聚焦在地层上 一般来说如果地层没有受到干扰 最下方的遗迹层年代最早 越往上其年代则越晚 根据这个特征 考古队员可以判断 整个唐朝敦古城 历经了哪些朝代 以及大概的沿用时长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敦古城的 这个东北部发掘区 我们最开始在这一片位置做发掘 主要是由于我们通过勘探 发现这一片 从上到下整个地层堆积比较完整 最厚的地方有三米多厚 比其他区域要略厚一些 从这个区域做发掘 我们能比较好的了解 整个唐朝敦古城的一个地层堆积情况 经过层层解剖 考古队员发现 整个古城主要包括三个时期的遗存 最上面一层就是表祖层 我们这里已经把它接掉了 然后第二三层 是这个西辽到蒙元时期的堆积 年代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 三层到六层更靠下的是 这个高昌回湖时期的堆积 然后六层以下到生土 就是唐代的这个堆积 整个唐朝敦古城它的沿用年代 其实很长 从公元七世纪上半叶 一直沿用到公元十四世纪前后 整体沿用了七百多年的时间 这座始建于一千多年前 沿用七百多年的古城里 究竟发生过什么 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遗址内 又会留下怎样的秘密 尽管目前的发掘区域只有六百平方米 但考古队员依然满怀期待 更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 古城内的遗迹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2018年8月的一天 考古队员在发掘区南部 发现了异常情况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竟然是层层叠叠的砖渡 面对这些遗迹状况 考古领队未兼有些激度 他发现这处遗迹 与自己在瑞士日内瓦所见的 罗马式玉场遗址 几乎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这处遗迹 可能是一座古代浴场 这个罗马式玉场的发现非常有趣 2018年大概还在六七月份吧 我带这个人大的一批学生 到这个日内瓦大学 去做这个学术交流 我就看到了很多这种砖垛 结果在干嘛用的 他说是浴场 结果回来以后咱们一发掘 看了个啥就挖个啥 唐朝敦古城玉场遗址 位于古城东北部 占地面积约四百平方米 可惜的是 地表以上的各种玉场建筑 几乎荡然无存 只剩下玉场地表 以及地表以下的各种遗迹 这些显眼的红色砖度 就是玉场地表以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位于当时古人洗浴区的正下方 那么它们又有何作用呢 这个支撑柱呢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支撑起了玉场的一个下层空间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玉场的造纸燃烧 会产生热气 这个热气就会在玉场底部 这个支撑柱和支撑柱之间的 这个空隙去流通 就形成了一个地暖 然后呢 就保持我们玉场人洗浴的一个温度 地热系统被发现后 考古队员开始寻找地热的来源 它们顺着烟道向北 很快就发现了热量供应地 炉灶 其上还残留着很多燃烧的痕迹 它中间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灶堂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在灶堂中燃烧燃料 然后这个热气就会顺着这个烟道 直直地向南通到整个玉场的底部的 这个地暖空间 作为洗浴场所 水当然必不可少 在造纸的东西两边 考古队员各发现一处水井 由于水井深达12米 为了安全起见 当时考古队员搭建了这个木板框架 这个水井的这个平面高度 其实比这个玉场 这个活动高度要高一些 它也是方便当时通过管道 或者是各种这个设施去 直接往玉场里面去饮水 然后来提供这个水源 另外这个水井呢 离我们北边这个造纸也很近 然后就方便当时把水引过去烧水 有了供热系统 供水系统以及主体建筑 一座玉场已然成型 不过当玉场的所有遗迹 全部揭露出来时 考古队员依然备受震撼 这是唐朝敦玉场遗址功能分区示意图 玉场的各个功能区清晰可见 北部是由水井和炉灶等组成的工作区 东部为玉场的门厅区 玉场正中即为喜玉区 其设计也最为巧妙 喜玉区平面近四方形 中心区域呈八边形 其余八个区域两两对称分布 喜玉区功能齐全 设有热水室 温水室 冷水室 甚至还有桑拿间 着实让人惊奇 你看这边有门房 那边有烧灶间 西北角上有水井12米深取水的 东北角上有排水井 就出废水的 底下还发现用木头 掏空以后做的那个水管 那水管还在 你看烧火 取水 排水 加热 我们现在这样的位置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两个空间 干嘛的 我们开玩笑说 这是换衣服的地方 这边是门房 进来以后 这儿买票换衣服 进去以后洗浴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这是考古队员 从浴场遗址中清理出的一套陶器 它们由大小不一的陶盆 陶壶 陶罐等组成 其中陶壶多为单坝带流的造型 考古工作者推测 这些陶器很可能是人们洗浴时所用的盛水器具 于是它们也被戏称为洗护六件套 这个单坝的陶壶都不大 二十多厘米高 然后呢 这个都带有一个把手 所以说在洗浴的过程当中呢 跟咱们想象的这种泡大水池子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由于这个新疆地处内陆地区 水资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紧缺的 所以说在洗浴的过程当中呢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蒸 先把这个身上的脏东西蒸出来之后 然后用这个水壶去装这个热水或者冷水 去再进行这个身上的这个冲洗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文物状况 考古队员推断 浴场遗址的年代 大约处于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 也就是说 早在一千多年前 这里的人们已经享受高品质的洗浴生活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不论是洗浴区的各种功能式 还是地热系统 其风格都来自遥远的罗马 这也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 罗马式浴场遗址 那么唐朝敦古城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罗马式公共浴场呢 关于这个浴场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 包括这个浴场形制的这个传播和流变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浴场最初呢 它这种洗浴建筑的结构形式是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罗马时期 后来呢 随着这个东西的交流逐渐传播到了这个西亚和中亚 在这里呢 结合当地的一些环境和这个文化 又发生了一个形成的演变 整个洗浴过程呢 就洗浴的这个结构更加突出 后来呢 就沿着丝绸之路经中亚逐渐传播到了我国新疆境内 当东方的汉王朝打通西域后 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随之兴起 这条往来通道便是人们熟悉的丝绸之路 尽管长路漫漫 显向还生 但各个国家的使者商人等依然络绎不绝 唐朝敦古城中的罗马式玉场遗址 就是西方建筑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东方的表现 作为国内少见的玉场遗址 唐朝敦玉场遗址 为人们探讨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 天山北路的城市生活景象提供了资料与依据 也为人们考察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行程 提供了重要线索 当玉场遗址被全部清理完毕后 考古队员又把目光聚焦到遗址中心的 一处高约五米的夯土台基上 我们就把城中央这个土队就给发掘了 发掘我原来以为它是一个什么亚蜀类的建筑 后来拔开一挖部队 接下来的发掘结果再次超出了考古队员的想象 位于古城中央的这处夯土台基 竟然是一处佛寺遗址 佛寺遗址平面呈长方形 由外墙 回廊 内墙 塔基 佛殿 潜艇 潜院构成 地表铺设青砖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彩绘壁画 以及一尊残缺的佛像 根据建筑布局和出土遗物 考古队员推断 这应当是一座前有大殿 后有佛塔 具有回廊式建筑的佛寺建筑遗址 其年代处于唐代 高昌回湖和元代 这个佛寺的夯土台基就坐落在元神地面上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佛寺是跟城同时建的 而当时一开始布局 它就建在了城的正中心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时候佛教在唐朝如何如此兴盛 在唐朝如此之受重视 可以把一个佛寺建在城的正中央一个中心位置上 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深刻地去认识和琢磨的事情 由于唐朝敦遗址中央出现了这处佛寺遗址 考古队员推测 以佛寺遗址为中心 整座古城可能存在一条中轴线 于是他们沿着福寺中轴线向北勘探 不料竟然发现了一处井教寺院遗址 井教怎么来的呢 公元431年 这位叫尼斯托里的人当了主教 他提出了一个学说 这样一来就遭到了罗马教廷的这个谴责 说他是临经叛道就把他驱逐了 这帮姓尼斯托里的这帮这个教派的人 就给向东方就撵出来就向东方传播 中国叙利亚波斯这代过来 一直传到中国来 那么在唐代已经进入中国了 进了中国以后把它叫井教 井是光明的意思嘛 井教寺院遗址做东朝西 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长约32米 南北宽约24米 主体建筑由结构较为相近的 南北两组空间构成 自西向东 依次为长方形中殿 以及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 颇为奇怪的是 考古队员发现 井教寺院南组建筑中间 竟然有一口水井 大厅里面有一口井是不正常的 那么我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也就是说 当初它这个寺院光有北边的一组 这组也比较完善 后来可能不够用了 就向南阔了 阔的时候呢 这口井原来这个寺院用的时候 外边就有一口井 阔的时候只能向南阔 那北边是一个深的地方嘛 向南阔 向南阔的时候 就把这个井阔到屋子里边来了 除了这口奇怪的水井之外 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是一座高台 它比中垫稍高 东西长约5.5米 南北宽约4米 高约2米 高台西面中部有一座壁龛 高台东面的南北两侧 各有一根漆棱柱 中间修筑台阶 通往高台顶部 考古队员推测 这处高台建筑可能是蒋经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呢 就是它的东侧 它的东侧的墙面上可以看到 上面有这个泥条贴的文字 而下面呢 原来是绘制有壁画的 这个泥条文字呢 经过试读应该是这个叙利亚文 然后它的含义呢 是耶利可文 这是元代史 人们对井教的称谓 更可贵的是 考古队员在井教寺院遗址中 发现了大量的壁画 它们的色彩 以红色和黑色为主 内容包括人物形象 以及花枝 文饰等装饰物 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呢 是比较圆润风雨的 也可以看到它的五官绘制 也是比较流畅 这个整个的人物风格呢 也是继承了这个唐代以来的 整个绘画风格的这个传统 包括它的这个手臂是微微翘起 然后这个拇指翘起是做蓝花指的形象 另外呢 在它的身体的周边 会有这个飘带的装饰 这在我们这个多组壁画中 也都可以看到这种飘带的装饰 借助科技手段 考古队员找到了既能保护壁画 又能呈现壁画原貌的方法 它们对壁画进行高精度扫描 以此为基础 开展后续研究与修复 我们这个是做的壁画想象复原的工作 因为它当时那个发现以后 保存的状况不太好 然后根据查阅资料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本身有基础嘛 尽量是修旧如旧 这项工作既需要考古队员掌握绘画技能 还需要他们有足够的耐心 壁画残损严重 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挑战 查资料 绘制草图 不断修改 为了复原这幅壁画 考古队员已经工作二十多天 现在画面变得清晰起来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奔跑的马 就是特别就是一个枣红色的 这个挺健壮的一个马 然后就是这个人物基本上的面部 可能就是一个半侧脸 不是全侧脸 它也不是一个完全侧过去的 所以就是根据这个脸部 我们也是想象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是神嘛 然后就是头发是棕色的 胡子也是棕色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希腊那边 跟希腊人鼻子呀 这个面部的结构 面对这些细节 考古队员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画面 虔诚的信徒 穿越高山大墓 鉴似塑像 求经传法 他们不仅推动了西域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 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根据相关文物和地层状况 考古队员推断 井教寺院始建于唐代 沿用于高昌回湖时期和元代 此后随着唐朝墩古城的衰落 一并废弃 在唐朝墩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除了浴场 井教寺院等建筑遗址之外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了很多有趣的文物 当时人们的生活画卷也由此展开 这是考古队员从唐代地层中清理出的铁梨滑 石墨 陶纺轮等生产工具 以及一件表面书写着 百米二字的盛装粮式的容器的残片 根据这些出土文物 考古队员认为 最初来到唐朝墩古城的人 应该是唐代的士兵家族 尽管他们是在此驻军 但也像在中原地区一样 耕种织布 过着传统的生活 几百年后 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发生了变化 考古队员发现 从唐代中晚期到元代 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逐渐减少 动物骨骼的数量却明显增多 尤其是这一套利用动物骨脚制作的骨簪 骨疏 骨签和骨刷 小巧精致 被考古队员戏称为美容套装 这些迹象表明 随着草原游牧部落势力的扩张 唐朝敦古城的生活面貌也随之改变 到了元代之后 古城逐渐废弃 建筑坍塌 最终被封沙掩埋 通过我们发掘的这些一件件物品 我们把它拼合起来 综合起来 我们通过综合的分析可以看到 当时城内是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 同时也有仿制业 还有木业和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 我们就能够逐渐的去还原当时的古人 他们怎么生活 如何吃 如何穿 如何住 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自2018年开始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 唐朝敦古城的面纱被逐渐揭开 前所未见的罗马市御场遗址 位于古城中央的佛寺遗址 以及陶器 古器 壁画等出土文物 都为人们了解古城的历史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唐以来 这个地方 逐渐成为一个丝绸之路 一个重要的通道 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后 你看它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歇过 人们不愿意离开这些地方 后来来的人还在这儿生活 再来的人还在这儿生活 形成了很厚的一两三米后的堆积 文化的魅力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 就是民族间的这种交往 宗教间的这种共存 文化上的这种交融 让我们知道的丝绸之路上 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 繁盛的 发达的 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区域 很久以前 遥远的西域还是中原人难以抵达的地方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 人们才逐渐了解这片广袤的土地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站点 唐朝敦古城不仅体现了唐王朝 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也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一直以来 唐朝敦古城都在等待被重新发现 如今考古队员接去了厚厚的沙土 千年历史不再尘封